这就是我们积极心理学的一个基本的发现 就是一些美 一些崇敬 一些让我们感动的事情 一定会让我们做得很好 一定会让我们舒服 比较有积极 比较有意义 审美也是这样的 时间关系就不说了 我要给大家讲 为什么说这种触摸非常重要 有一个很有名的心理学家叫Halos 他曾经做过一个非常有名的Monkey Study 他就把这个Monkey从小交给两个妈妈抚养 一个妈妈可以给他提供奶水 一个妈妈给他提供爱 那么你看这个Monkey长大的以后 是跟这个有奶水的妈妈亲热一些呢 还是跟有爱的妈妈亲热一些 这个图可以看出来 一定是喜欢有爱 有触摸感的妈妈 而不是光有奶水的妈妈 中国人讲有奶便是娘 绝对错误 有奶不是娘 有爱才是妈 The nature of mother love is touch is the massage is the holding the baby 这就是我们讲的积极重要性 接触非常重要的 为什么艺术作品 30%传统的都是圣母和圣鹰在一起的照片 就是我刚才说的 人类进化 选择了这个legged skin the purpose of legged skin is for touch for love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怎么证明这些东西重要 维斯康星的两个心理学家 他们最近做一个研究 就是让人去看这些积极的和消极的图片 然后就发现在看积极图片的时候 我们大脑其实有一个区域 它的活动比较多的 而这个区域呢 正好跟我们看那些艺术作品 那些圣母的话的区域是一样的 说明什么 说明我们人在看圣母图的时候 我们产生的是兴奋 产生的是积极 产生的是爱和这个抚摸的感受 完全一样 那么威尼斯大学的两个心理学家 就是几个心理学家 在这个菲尔教授领导下 他们做了一个经济学的 economic bargaining game 就是经济学的游戏 就是让人看圣母图 然后再进行这个经济决策 然后对大脑的功能进行扫描 结果发现有两个东西 在这个被爱的感召下 会发生神经系统的变化 这个神经系统英文叫做oxytocin 但是我们中国文化 突然翻成催产树 为什么翻成催产树 据说是女性在生孩子的时候 有大量的催产树分泌 但这个解释其实是有问题的 第一个 男的也有很多oxytocin 我们催产干什么 没有催产 女的不生孩子的时候 也有很多oxytocin 所以实际上没有搞清楚生物学家 那么心理学家搞清楚了 发现催产树主要是抑制 我们大脑里头两个区域的活动 一个居次叫做信仁核 一个叫做文胀体 也就是我们在爱的感召之下 我们分泌出来的oxytocin 让我们负面信息的记忆 和根据负面信息 做出行动的区域 受到了抑制 这个叫做积极心理学 这就是爱 其实有神经化学基数的一些反应 以前我们不知道的 也就是我们最近才知道的 所以什么叫做psychology 什么叫做human nature 所以我一直认为我们中国文化里头 其实提到了很多很多 关于振心的重要性 其实就是讲 我们不光要格物自知 学习知识 我们不光要修盛齐家 我们更应该振心 因为只有心振 我们才能知道 知道自己的伟大 才能知道自己行动的 这个基本的标准 那么什么叫做振心呢 佛教讲 西正 正见 正思维 正语 正与 正业 正命 正精进 正念 正定 其实就是讲的积极心理学 我把它归纳成求真 求善 求美 这个才是我们人类的本性 不是自私自利 不是矛盾 不是冲突 不是简单的性满足 和生物满足 或是逃避死亡 而是追求真 善 美 这个叫做积极心理学 那么积极心理学 如何在我们的教育中间 进行利用 时间的关系 我就不把这个 幸福教育的意义 给大家多说了 我们就讲一讲 我们如何进行 这个幸福的教育 因为这是我在这么几年 在大陆 包括在美国 先讲积极心理学的 主要的目的 就是觉得我们中国人 在某种意义上来讲 其实没有意识到 这个adolescent crisis 不是小孩的问题 是我们大人的问题 是我们教育的问题 而这个教育的问题 是我们知识缺失的问题 我们没有学psychology 我们中国人都不知道 psychology是什么 而且我们知道的psychology 都是20年前的 错误的心理学 而不是现代的心理学 所以今天给大家讲讲 如何用现代心理学 特别是积极心理学的一些 基本原则方法 给我们孩子进行沟通 进行交流 进行健康的 幸福的家庭教育 怎么做 有几个简单的方法 第一个方法 就是一定要在我们的生活中间 和教育中间 培养孩子的一种心理状态 这个状态 英文叫做flow 什么意思 就是有一个心理学家 叫做Sistine Mihai 他现在在Claymont College 在南加州 他在那边做教授 他对中国文化特别感兴趣 所以他有个儿子 现在是我们伯克利的 中国问题中心的代主任 叫Michael Sistine Mihai 他就发现 这些美术家 国际象棋大师 成功的人士 他们在做自己 特别喜欢的工作的时候 也就是他成名的工作的时候 他们进入到一种状态 这个状态叫做 物我两望 酣畅流离 比如说运动员 打球的时候 打得特别爽 in the zone 或者是非常觉得blast 还有一种叫做宗教体验 像那个信教的人 他进入到一种宗教的狂喜 为什么宗教有那么大的感召力 因为心理学家发现 宗教的体验 实际上是刺激着我们 幸福的宗书 信教的人真的信 他真的是有一种幸福体验 还有一个就是艺术 音乐都让我们进入到这种状态 这种状态 他把它叫做flow 这个flow有的时候叫做最佳的体验 因为人在flow的时候 才会产生快乐 产生这种不厌倦 才会产生新奇神迷等等 那么这种状态 从心理学角度来讲 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 第一个就是你特别的专注 这种flow is a state that you concentrate you pay attention to it 而且能够达到物我两望 你就忘掉了时间的存在 你就特别的专注 特别想做这个事情 而且不是特别难 你能够做得到 而且目标明确 你特别想 就是主动精神特别强 所以我把它翻成浮流 就是幸福状态的一种流畅 那么最有名的浮流的例子 其实就是庄子里头 提到的一个普通的中国人 叫做包丁 刨丁 刨丁解牛 你看他解牛的时候 他就讲 他为文汇君解牛的时候 他就进入到一种 特别好的一种状态 他手碰到地方 他的肩碰到地方 他膝盖碰到地方 他的足碰到地方 每一个地方都有韵力 每一个地方都有节奏 他的刀插进去 都有一样的声音 看他解牛 就像在看歌舞表演一样 为什么做到这一点 庄子问这个袍丁 你怎么做到的 他回答说 三年前我杀牛的时候 我看的是牛 六年前 三年前我杀牛的时候 我看到的是 我要动手的地方 现在我看不到牛 我只感觉到 我自己的运动 自己的运力 自己的节奏 这个叫做flow 而这个flow 就是一个最幸福的状态 人的flow状态 体验越多 人越积极 人越阳光 人越愿意关心别人 照顾别人 人愿意容易处理好 家庭的关系 哪些状态 能够让我们产生flow 那么最近 很多心理学家 做了一些研究 总结出来 有几件事情 容易让我们产生flow 第一 做自己爱做的事情 your habits the things you like to do 比如说你喜欢摘花 你一定能够进入到flow 你喜欢听音乐 一定容易进入到flow 就是一定要找 自己爱做的事情 我们在做别人认为该做的事情 因为做你爱做的事情 一定要让人产生flow 一定要让人高兴 exercise 提议锻炼 一定要进入到flow 大家想过没有 这个Olympic Ethnic 就是奥运会选手 每年训练 然后四年一次 很多人在训练的时候 自己的成绩 他是知道的 说明什么呀 很多人 也就是99%的那些Olympian 可以知道 他们没有任何希望拿到奖牌 但是他为什么还要练 因为让他产生幸福和快乐 去年 是去年的伦敦奥运会 有一些中国的女孩子 拿了women's weightlifting金牌 所以中央电视台的记者 采访她 我正好在大陆 我就半夜睡不着觉 时差的 就看这个节目 采访一个湖南的女孩 才19岁 就是你一个19岁的小姑娘 正是风乏正茂的时候 正是充满幻想的时候 你天天练这个东西 苦不苦啊 那女孩说 我没觉得苦啊 那个女记者很奇怪 怎么不苦啊 多包人 对不对 但她说 每次十分钟很苦 但是十分钟完了以后 不苦 很高兴 为什么很高兴 因为她不知道 十分钟断练 完了以后 你的大脑分泌出 Dopamine 一个多巴胺 解除人的疲劳 同时刺激我们的幸福中枢 也就是我们大脑 左半球 耳朵 前面这个地方 是我们的幸福快乐中枢 是flow中枢 它真的是有这种flow chemical flow Dopamine flow 所以是有意义的 体育运动 从来不是简单的增强体质 体育运动 是让我们人民幸福快乐 2000年人类体育运动不断 不是奖牌 是因为它让我们高兴 简单的道理 看电影 看六个小时 七个小时不累 对吧 有的人到电影院看 看一晚上也不累 性生活 特别是有爱的性生活 一定让我们产生flow 没有人在性生活的时候 在看时间 对吧 那绝对是有问题了 社交活动 social communication social gathering learning 特别是看自己爱看的东西 reading 工作 特别是爱做自己爱做的工作 比如彭老师喜欢上课 上课让我产生flow 但是有些东西 不让我们产生flow 比如说吃东西 为什么吃东西 不让我们产生flow 因为大家都知道 人有一个set point 吃东西的时候 有一个饱和点 过了这个饱和点 只会带来痛苦 在经济学里头叫做 marginal utility 叫做边界地减 对吧 你吃一个苹果很好吃 两个苹果就有点撑 三个苹果就难受 四个苹果你就要跳楼了 对吧 这就是吃东西多 其实不幸福不快乐 美容 大家不要以为美容 刚开始很好 但时间越长就越烦越难受 为什么呀 在烧钱 对吧 这也很难受的 做家务 大家觉得做家务很好 但做家务 如果不是为了爱 就自己被迫做 不产生快乐 看电视 不产生快乐 看电影可以 还有闲得无聊 休闲等等 都不产生flow 所以我们人 其实都应该产生flow 每个家庭 其实要找到自己的flow 就是你们家 最爱做的事情 这样的话 我们才会有积极的心态 才会有健康的关系 第一个很重要的就是 与人为善 就心理学家发现 意外的自私自利的人 不幸福 反而是无私的 愿意帮助别人的 慷慨的人 他反而容易产生 积极幸福的感受 为什么这样 我们中国有一个学者 梁书民先生 其实 是 是